新出台的通知进一步加强了贵阳市殡葬基本服务收费管理 按照最新定价 贵阳市殡仪服务中心基本服务由17项增加到了23项 同时将7项收费服务改为免费提供 比如在我们的林腾株栗上提供有7项免费的服务 比如一次性水杯 桌子 塑料凳 布衣布置等这些基本服务 在我们原来的基础服务上还增加了一些服务内容 我们的价格不增 反降 降低了群众的智商费用 新标准执行后 桑鼠整体智商支出将大幅降低 以景云山殡渔馆使用频率最高的林堂为例 整体智商支出由原来的16000多元降为12000多元 在景云山 花溪青云山 修文齐云山 开阳祥云山 西风庆云山都执行该收费标准 肯定好啊 你看原来有些好多费用 像林堂的这些费用些 多少收取呢 他们现在跟我们见面这块很多费用 所以我们这是切实的体会 以前我来的时候 我感觉到它的花圈有100多的 现在是没有的了 最贵的也才70多了 以前我们来的时候 这个费用相当高 就是我们感觉到现在我们来 就是我们家这次办事的事情 下调了不少 这个费用嘛 就是包括接林车啊 花果费用 还有这个林堂的设置这块 就是足用了嘛 都介绍了不少的费用 这个很文明 很接地气 百姓关注记者报道 有点赞 这些费用 这些费用